後來吊到一半我突然發現 我是站在溪中一塊大石頭上 那溪水就長到這裡 很明顯 很災細 我說怎麼那麼快 大概十幾分鐘而已 跟我朋友說 怎麼辦 救我 他說你等我一下 然後就跑回去拿那個搭帳篷 那個繩索 過來拋給我拋了好幾次 接住之後呢 然後手上還是拿著我那些 放開 沒有 這件丟掉嗎 這很奇怪 在女生面前想炫技有沒有 男生跟男生之間也會 就有一種莫名其妙 就是想要比較 我們有一群朋友就沖浪沖比較久 大家都會每次都在嘴巴在講 我沖的浪比你的大 我沖的浪比你的快 我的海比你深 那海不都一樣嗎 就想要比較 有一天就這個颱風來了 然後要腫的時候 外圍環流來了 就這個時候就是 你所講的話就能印證 然後就開始約 不要說不去 不去就是會怕 以後講什麼都是你在唬爛 大家都去去去 到了現場一看 那個風浪真的是滿大的 然後有些人就選擇說 我們要不要觀察 那時候都男生 觀察什麼 來了就要下 對不對 讓他們看看我們有多厲害 東西拿來放 然後腳繩綁了以後 因為大家知道衝浪板是這樣子 然後有一條繩子 連接在你的腳上 所以當你跌倒或怎樣的時候 板子不會離你很遠 我拿著板子我就 身先士卒我就出去了 其他人就在上面觀望 一道浪來我就潛一個 就想要從下面潛下去 下去之後 不小心太捲了翻掉 沒關係 我再把板子拉回繼續對不對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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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怎麼只剩繩子 板子咧 板子不見了 怎麼辦 那沒辦法 而且我在那個地方 剛好就是潰浪的地方 就是一直捲 我那個時候這沒關係 我先油嘛 我先油 我就油 油油油 然後起來那邊很捲 他那時候是需要油的 對 那時候比較瘦 然後就是油油 結果我就遠遠的看到 認識的朋友在遠方 我就跟他 譬如說這個羅大哥好了 羅大哥 結果對方也以為說 我在跟他打招呼 你好 滑走你知道嗎 還是滑走 我就是有禮貌 對啊 真的 其實剛剛我是 也是想說可不可以救我 你的板子 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 結果後面又來一個 那個是一個警察 然後我也是跟他這樣 你也來了 就滑走 他也好親民 對啊 然後那時候 我是上來以後才知道 那時候還有姚元昊 他們在想說完了 是不是要打給海防 叫人家來救 結果我是怎樣知道嗎 我在油的時候 就一直被捲 然後覺得這樣不行 我體力會透支 我就看到旁邊 就有硝波塊 我就爬那個硝波塊 上來 結果一上來 我整隻手腳 全部是刮傷的 然後他們就跑來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現在這樣子 好痛 可不可以幫我去 撿我的衝浪板 他們跟我講說 你放心 你那衝浪板一定破掉 也沒有人會藥 你待會兒就自己去撿 我上去之後 擦完藥之後 就要去撿我的衝浪板 撿完經過我的車 我想想 太丟臉了 我直接上車回家 我不衝 我不去面對這件事情 之前我在當記者連線的時候 其實有過類似的經驗 就是那時候 我們通常去颱風的時候 都會去找一些 比較常積水的地方連線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就走在水道旁邊 然後那時候已經拍完連線 說我們要回去 那個SNG車上傳帶 然後那個旁邊就是水溝 可是我並沒有注意 因為那時候真的太黑了 然後積水又淹得 就整個地板都是水 所以我就直接整個人 掉到那個水溝裡面 滅頂 然後那時候攝影就是 他在前面拍那個車子 過去的那個水灣 然後一轉頭說我不見了 然後我那時候還這樣子 然後把麥克風伸起來 說麥克風沒事 好驚訝喔 然後我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很危險 是我看到我起來之後 那水不是會突然間往下沉嗎 才發現我旁邊這邊 有一個生鏽的鐵柱 所以我如果再往前 一點掉下去的話 我可能就是被那個鐵柱插到 天啊 逆者的都一定會遇到 這種事情嗎 因為像余鳳公 我們以前也是跑社會線新聞的 然後一定 大家都要出去跑颱風 哪裡危險 哪裡去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 跑颱風 沒有風也是 唉唷 這麼溫暖 不是東西其實 怎麼都跟記者反方向在飛呢 對啊 我們會去 為大家看哪裡有災情 我們去那裡 那我第一次 我記得我肯菜 第一次出去外面 跑颱風的時候 就是宜蘭淹大水 然後是淹 那個時候好像是午節吧 已經淹到都看不到路 大概是有一層樓高 全部 光陽一片這樣 然後我們就坐著那個 國君弟兄的那個橡皮艇 前進災區要遞那個物資 給二樓的這樣 我們到了災區的那個部分 然後攝影就說 好啊 這邊好像沒有淹那麼高 那不然我們下去 我們下水拍好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傻傻的 我就說好啊 那下去之後呢 那個水大概就淹到我這裡 這樣這樣走 然後邊走的時候就 旁邊還有那個漂流物 一些排泄物在飄這樣 都很髒啊 走... 我突然也是跟它一樣 啪 就下去了 我完全不知道 那邊有一個凹洞 你不知道地上有什麼嗎 你有踩到底嗎 沒有 我踩不到底啊 我就這樣整個疊下去 還好我的攝影也是 把我這樣拉起來 還好 然後我也是一樣 麥克風 麥克風是幾次 我跟你講 因為如果你活著 麥克風慘了 你就要賠很多錢 對 那個麥克風也要好幾萬塊 後來不該記得了以後 我去拍那個旅遊外景節目 也是常常會碰到一些意外發生 然後我記得 我有一次去拍蘭嶼 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突然碰到 幾十年來最大雨 蘭嶼最大雨 然後整個蘭嶼全部停電 然後我們就決定 好 那我們一群團隊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民宿好了 那我們就是騎摩托車 我坐在一個工作人員的 那個摩托車的後面 那一路上呢 就還是很大雨 然後騎...騎到 蘭嶼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五孔洞的一個景點 黑漆媽屋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我們就騎... 突然呢 我那前面的工作人員 就一個很急的煞車 我說怎麼了 因為我們就聽到那邊 右邊就是山壁那邊 就是... 然後就... 就類似像一個很大的石頭 這樣掉在... 掉下來的聲音 後來我們才發現 那石頭就掉到我們前面 大概就五公尺遠了 對... 他就是看到那個... 突然煞車 我們要是再騎過去 那石頭就直接打到我們身上 天啊... 超可怕的 不過剛才博宇是為了工作 士朋哥居然是... 怎麼了 你台風鞭 玩什麼玩 掉什麼鞭 對啊 那時候年紀輕不懂 其實那時候 我念書的時候我蠻喜歡 迷上釣魚去西釣 然後有一次約好了 然後正好就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 然後可是那一天 我就打開窗戶看 沒風 晴空萬里啊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海上颱風警到 到陸上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今天應該去釣沒問題 然後我們就一群人就去了 然後去那邊 我們就把帳篷啊什麼都搭好 然後在那邊烤肉烤完 就開始在那邊玩水啊 釣魚啊 然後那時候我釣到一段時間之後呢 開始就變陰天了 然後變陰天天氣涼啊 對我來講是很舒服的事情 然後再釣一段時間 就開始飄毛毛雨了 然後我旁邊的朋友說 士朋 這下毛毛雨了怎麼辦 我說毛毛雨 待會一下就沒了啦 又不到十分鐘 開始下小雨 朋友就說 開始下小雨了耶 這樣有點危險不要掉了 我說你怕什麼 他說我怕打雷啊 我說你放心 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雷不會打到我 然後我就繼續掉 我就把我那個斗笠帶起來 就繼續去掉 然後我朋友在旁邊說 不要掉不要掉啦 我說你怕什麼啊 如果你怕的話 那你就去那個 我們剛剛露營的營區 你把那些東西收好 待會收好再過來找我 然後他們就去收東西了 那我就繼續去掉 小雨變中雨 突然變大一點的雨 還是不走 我還是不走啊 那時候魚掉的正進性了 掉了很多 下雨 魚比較好 對 後來掉到一半 我突然發現 我是站在溪中一塊大石頭上 那溪水就長到這裡了 很明顯 很仔細 怎麼仔細 我說怎麼那麼快 大概十幾分鐘而已 對 然後我想說我朋友還沒來叫我 然後想說等他來叫我 再掉一下嘛 就掉不到五分鐘 溪水已經長到我膝蓋了 然後水變得非常擠 趕快跑啊 對啊 那時候我也想跑啊 走不了 我想跑 旁邊的路都被淹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離那個溪邊 岸邊 還有大概十幾公尺 然後我要走過去 因為原本沒有暴漲的時候 還有石頭可以走過去 那我現在找不到路可以回去 之後我前面一顆大石頭 凸出來大石頭 我說怎麼辦 溪水越來越擠了 長到我大腿這裡了 那時候我朋友都跑過來說 所以長起來還不趕快跑 我說我要跑啊 你看我現在能跑去哪 然後我就站在溪水中間 他說前面有大石頭 然後我就真的 我就整個游過去 就抱那大石頭 那時候我手裡還拿釣竿 釣竿是鐵 釣竿是鐵竿 是我們記者的麥克風一樣 對 釣竿沒事 這是你們的生命 對 那時候我存錢買 那時候是卡縫的還滿貴的 然後右手就拿了我的戰利品 就魚 采達魚 采達魚 游過去抱那個石頭 然後我跟我朋友說 怎麼不然救我 他說你等我一下 然後就跑回去拿那個搭帳篷 那個 那個繩衣紙 過來拋給我 拋了好幾次 然後接住之後呢 然後手上還是拿著我那些 放開 沒有 可以先丟掉嗎 我沒有說 你不要再顧你的魚竿了 我快拿不動你了 然後他就 我說好吧 那我就丟掉那個魚竿 然後我還是拿著我的魚竿 難得釣了應該有幾十隻魚 然後他就一直拉 他說你用兩手好不好 我就一手拉著繩子 一手拿著我的魚 然後他說你用兩手好不好 我真的就欠爬的 然後我真的就 灰淚把我的 灰淚 然後可是 雖然有繩索拉著我 但是我朋友拉得很吃力 因為水流太急了 颱風天真的沒事 千萬不要出門 真的 真的 即使你看到外面 情況萬里的還是要相信 可能會有一些危險好不好 像我自己也是有一個弟弟 然後小我六歲 真的是弟弟的吃喝拉撒睡 從小就是我帶大 所以我真的就是一個小小爸媽 而且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有一次 那個颱風 然後那年那個颱風很嚴重 就是那時候東湖有淹水 淹到那個整個 很嚴重那一種 交流到下去整個都是水 對 然後那時候因為 媽媽在外面工作 所以她不在家 打電話都沒辦法聯絡到媽媽 那因為我跟弟弟兩個在家 太害怕了 於是 我就只好帶著我弟 直接射水 走到比較靠近市中心 比較沒有淹有車的地方 才叫車去媽媽工作的地方 那東湖妳年紀有這麼大喔 那時候我在十三歲而已 妳就講起來很像 農田的時代的感覺 這真的很很扯 我後來才覺得 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是 真的 那時候沒想那麼多 因為那水 有一些地方是她走路 我們都倒腿還好 但是有些地方是已經快到高路 我就要把她抱起來 然後這樣射水 走過那個大湖公園 真的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弟真的是 他的命路我把她扛住的 我其實是可以放手的 對 那說的意外也不會有很怪妳的 對 風太大了 第一次露營的時候 露營啊 天啊 我熟悟耶 對 我熟悟 我就覺得自己好幸運 妳的帳篷還在嗎 沒有 帳篷還在 但重點是人飄起來了 我那時候去露營的時候 聽新聞說什麼過境而已 也不相信說會太嚴重 對 然後那時候白天又那麼熱 然後在那邊叮那個銀釘啊什麼 然後帳篷都搭好了 這個場景看起來好 對 這就是白天的樣子 然後結果我睡一睡 到晚上的時候 一度有點覺得說 怎麼有風雨交加的聲音 但是我就眼睛死不睜開 想說白天太累了 我不要撐開 反正有雨聲也當白噪音 可以還是繼續很好睡這樣 就睡一睡一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的衣服旁邊 都濕濕的 潮潮的 尿床 尿床 也尿床 太多了 那時候又一直很堅持 不想醒來 一直到露營 露營是沒有辦法睡飽的 然後我就到早上之後 好 被太陽曬行了 可是我就跟我的朋友 就兩個對看就發現 我們兩個是漂浮在那個水上面的 我們的床是這樣子 這樣子在 然後還在帳篷裡面 在帳篷 帳篷沒走 可是床就是這樣左右 這樣子在搖擺 為什麼 因為淹水了 我們就是浮在上面的 然後我們起來就想說 天啊 很累 可是感覺昨天晚上 經歷了很多的那個事情 而且這樣飄又更好睡 對 跟水床一樣 要睡 你說我大早點飄 飄就已經飄回台北了 對 還沒有買錯 沒吹吹 對 直接飄回去 我們有四組人去露營 只有我們那個飄起來 其他人都沒事 我們的地方比較低 所以那個水 因為它有一個半小波 它就凹陷下來 對 這個地 其實我覺得要露營 那個颱風的前一天 當天 後面一兩天 那個都要留意 你看這一次不是颱風過 波浪大道 對 很大新聞 整個波浪大道 草皮多漂亮 整個全部變成海洋 全研掉 新聞說颱風要來了 然後我就跟老公講說 颱風要來了 趕快補貨 蓋式補貨的時間到了 然後大家衝進去 就是你會看到冰箱 全部那個菜跟肉 全部都被掃空 但我衝進去 絕對不是往那邊跑 我會往別的方向跑 拿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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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了幫我們家的 那個倉庫補貨 停電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可怕的是 就因為停電的時候 我們家是禁止開冰箱的 因為如果你停電的時候 去開冰箱 那那個後續很麻煩 因為東西全部都會融化 對 然後就是 最後那個冰箱下面 都會積成水 很可怕 所以我就禁止 我們家小孩開冰箱 然後每一次只要就是 停電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小孩講說 現在不開冰箱 臨時區 請你們自由享用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就 哇 好開心的 狂吃Buffet 真的是Buffet 就是想吃什麼吃什麼 他飆了 對 然後 我也準備了一些就是 可以就是給小朋友吃得開心 然後又可以在就是 無時無刻都可以吃的 就像 上菜 上菜 這個很厲害 你看 甜點 甜點 把它打開以後 你完全不用任何東西 你也不用準備水 它裡面就是一包液體 然後另外一包是粉狀 然後就把它倒在一起 然後拉一拉 然後它就自己固定以後 就變成麻糬了 就變成麻糬了 可以吃吃看 妳吃 而且重點是 小朋友還可以享受 然後就是在那個做的過程 妳要不要 好 來 好吃吧 不錯吃 甜的嗎 甜的 還有紅豆 對 其實日本很多 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這好好玩喔 這好吃 對 我也可以講一次看 跟那個 妳想蓋掉對不對 跟那個蒟蒻比起來 剛剛那個塑膠味 還在我嘴巴 來 妳那個蒟蒻真的好恐怖喔 妳嘴巴也滿大的 死人的蒟蒻 沙拉 說什麼 哪一個好 蒟蒻好還是這個好 我其實也要 我其實也要 這個麻糬滿好吃的 妳本來是什麼都吃了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好吃 有天摘的時候 別人家的小朋友就在害怕 那個小車剛剛吃了一半 你把它吃掉 好吃 我哪知道 妳都不說 妳會懷孕了 我跟你講 妳不拿完整版是不是 對啊 妳不拿完整版 它離我比較近 那妳再補一個完整版 你看它寄予妳多久 好吃好熱 為了小朋友 你看 它就是飯糰 它是可以做成飯糰 然後重點是它也是 你可以選擇用熱水 但有熱水的時候 它只要15分鐘 然後你水把它倒到這裡 它就可以變成飯糰 但是如果沒有熱水的話 你一樣把它倒在這裡 半個 一個小時 它就可以變成飯糰 重點是它變成飯糰 它要膨起來以後 你就跟小朋友講說 我們現在要捏三角形囉 然後就把它這樣子 捏捏捏捏捏捏捏 你最好嗎 在避難的時候 還有一個小朋友 你看 我們做這個麻糬 那你捏三角好棒 我覺得我就是會這樣 最後的時光 你還是要開開心 我覺得它一定會惹怒 隔壁全部來浪漫 對啊 他們覺得很怒 他們還是會很想吃 這是我的飯糰好嗎 你看 來 鮭魚飯糰 來 捏捏捏捏 這是你捏出來了嗎 您的 剛剛那個鬆融 對 比較一下 好吃嗎 好吃對不對 超好吃 因為其實鮭魚的味道就是 就是基本上不太會錯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對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承讚 心情態 互動式 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 喔 不要 不要 小鈴鐺喔 哈哈 哈哈 哈哈哈